中美之间的竞争或者说斗争是激烈的 贸易战方面 当年特朗普可谓气势汹汹 2018年5月6日 特朗普趁中国股市 在五一假期后即将开盘之际 突然宣布对中国产品大幅增加关税 致使当日中国股市出现重挫 这种以贸易战为名 实际打第一是金融战 让中国显得破位被动 萌受了不小的损失 但是随着新冠疫情 美国供应链发生巨大问题 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量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持续增长 今年前三季度 中美贸易额为5431.16亿美元 同比增长35.4% 其中 中国对美国出口4115.36亿美元 增长32.9% 顺差2799.56亿美元 这个数据可谓高速增长 无论贸易总额或者贸易顺差 都创造了新高 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 完全失败了 特朗普还发起了对中国的高技术战争 拜登持续强化这一战争 对华为的打压更加凶狠 但是中国在航天 量子计算机 5G等方面 出现了全面的突破 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领先世界 仅仅依靠国内市场 中国的高技术就足以应对美国的高强度打压 2021年 中国就有两批航天人进入空间站工作 第一批是聂海胜 刘伯明 汤洪波 第二批是翟志刚 椰光复 王亚平 近日传来的消息 中国的祖冲之二号超导量子计算机 相比传统的计算机 大约提升了1000万倍左右 美国变得非常紧张 9月初在北京举办的世界5G大会上 根据披露 我国5G商用 两年来 已开通建设5G基站99.3万个 占全球份额的70% 有人说由于被制裁 现在华为手机不行了 很多人不得不买苹果高端手机 所以高技术战争对中国的伤害很大 但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高技术战争的较量 不应单纯以相关企业的销售额 以及利润额来衡量 而应当以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来衡量 随着5G场景应用 不断向传统工业的渗透 中国工业整体的优势 进一步得到提升 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 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前述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 就是中国工业优势得到强化的证明 以华为做例子 在美国打压之下 为获得生存和发展 华为制定了南尼湾计划 开展生产自救 在矿山方面 华为另辟西进选择进入 当前国内有5300多个煤矿 2700多个金属矿 如果能把这8000多个矿山做好 华为就有可能给全世界的矿山提供服务 华为煤矿军团的愿景使用ICT技术 支撑煤矿智能化建设 让煤矿工人可以穿西装打领带上班 我判断 以国民经济和工业整体表现来说 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战争实际 已经陷入了失败 因为很明显 依靠整体经济的支撑 中国的主要高技术企业 已经可以生存下来 而根据以往经验 只要能够生存 假以时日 中国企业就能越战越强 逐渐以白菜价形成碾压性优势 疫情以来 美国对中国发起了强烈的甩锅战 他们勾结世卫组织 联合其他国家 试图给中国扣上一顶新冠制造国的帽子 要求中国提供10万亿美元的天价赔偿 重演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的一幕丑剧 当代的合纵联很好戏就此开始 在全球经济遭遇极端困难之际 中国以RSP协议拉住西太平洋国家 以中欧投资协定交好欧盟国家 此局时美国与西日盟友出现严重内讧 今年9月份 传出美国抢走法国900亿澳元生意 让澳大利亚取消订单 改向美国购买潜艇的事件 令美法关系出现严重裂痕 法国外长乐德里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将这一行为直接称作背后捅刀 特别在上半年的新疆棉花之争中 各国军见识了中国的厉害 面对各国无理制裁 中国毫不犹豫地给予了反击 3月22日、3月27日 中国相继对欧盟、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有关个人和实体 采取加拿反制措施 这场棉花之争 实际是新冠甩锅战的测试赛 如果测试成功 美国就可以联合盟友 以新冠疫情为由 发起对中国的天价赔偿 但是中国的重拳出击 使各国意识到了中国的不好惹 早已不是一百多年前败落的清朝了 原本拜登命令情报部门捏造罪名 这项任务不得不草草告终 其结论是 未明确指出新冠病毒的起源 是来自实验室泄露还是自然界 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调查三个月 啥也没搞清楚 就不以这个理由要求中国赔偿了 其背后的深层含义是 如果强行要求中国赔偿 美国将成为孤家寡人 不但索赔不到一分一好 反而会让美国遭受更严重的供应链打击 在应对世卫组织施压方面 中国也采取了四两八千斤的办法 面对世卫总干事谭德塞 无耻的迎合美国 要求到中国进行第三次新冠溯源调查 中国发起了强烈的舆论反击战 要求世卫组织先到美国的德特里克堡 还有北卡罗兰纳大学去调查 否则就是对中国的极大不公平 世卫组织对此掌口结舌 无法应对 在另一方面 中国又放低身段 愿意配合世卫组织推广疫苗的行动 并没有像在国内一样 强力宣传中医药的优良效果 这使得世卫组织找不到任何攻击中国的借口 美国的口水战与甩锅战 经过一年多的折腾之后 不得不演其息骨 再也不提新冠溯源仪式了 从蓬佩奥摧毁西方文明 让美国处于危险之中等疯癫狂万之语 突然变成了沙利文的不谋求改变中国 11月8号 沙利文在接受CNN的专访时 竟然声称美国不再试图改变中国 而是将寻找出两国共存之道 令中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竟然变得这样温和 有好了吗 要知道 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时 要求的可是中国改变重商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 不对企业提供补贴的体制 三年过去 终于变成了不再试图改变中国了 这恐怕并非什么不再试图 而是有心无力吧 就在这次专访中 沙利文还是泄露了天机 在提到近段时间被疯狂炒作的台海议题时 沙利文依旧是老雕疮谈 称白宫将一如既往的遵守与台湾关系法 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因此 与其说沙利文想表达美国不试图改变 不如说沙利文试图提醒中国不要改变台海格局 强然间 中美之间的斗争已经攻守一行了 全世界都在猜测 中国将于何时发起完全统一国家的行动 一旦中国发起统一台湾的行动 美国七亿年来经营的封锁中国的岛链将瞬间崩溃 全球地缘战略也随之攻守一行 这是美国当前最为担心的问题 那么美国还有没有什么撤走中国的办法呢 基本上已经没有很强的手段了 其实这些年来 美国抑制中国最强的手段 并不在贸易、高科技或者地缘方面 而是金融领域 由于美元霸权 中国发起任何行动 都会遭遇美元霸权的压迫 可能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害 就以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为利吧 每次宣布相关消息 都引发中国股市的大幅波动 导致股民的重大损失 今年美国又试图如法炮制 在金融上打击中国 不断拉高铁矿石 动力煤、焦煤、焦炭的价格 导致中国的钢铁制造 火力发电成本居高不下 严重冲击产业链的稳定 但是自10月19日开始 中国在期货上发动强力反击 一方面大力增加供应 另一方面提高保准金比例 增加炒作难度 导致动力煤、焦煤、焦炭 期货价格出现大幅跳水 这次反击几乎导致炒作势力被全部歼灭 中国第一次赢得了对美国的金融战争歼灭性的胜利 这场战役的胜利 使得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主动权 美国在近几年为缴中国的行动中 几乎所有重要方面都遭遇了重大失败 所以总结目前的格局和状况 经过几年的斗争 美国在贸易战、高技术战、新冠甩锅战 金融战等领域均纷纷惨败于中国 美国不得不向中国发出求和的声音 感谢观看 在此,感谢观看 替大家看看 如何订 써 对美国不��遍 因此 平常